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家在菜地里头种葱主要是为了繁虫 这两天我在翻新菜地 所以现在把这些葱全部都拔出来 结果发现葱已经长得硕大无比 每一株葱都会长出好几个葱头来 这些葱我没有施肥没有浇水 也从来没有培土过 全靠这里存日照的环境 以及疏松的土壤 让它长得如此硕大 因为疏松的土壤 会让它的根系长得非常的发达 它就自己不停地从土里头吸收养分和水分 以至于葱白长到如此硕大 其实这就是我懒能种葱法的所有的秘诀 这些葱是从葱头开始种的 葱头是从沃尔玛买来的 这些葱头从五月份摘到土里头去 一直长到现在九月份 这期间有剪过几茶匙 其中七月份的时候长得非常的钻实 同时又非常的嫩 对 水一直滴下来 长到现在 葱叶已经有一点老了 不过呢 你把它摘下来 还是可以发现这里面水分非常多 因为葱的表层有一层蜡质 它能够把水分锁在里面 长到这么粗壮的葱 它的香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郁的 特别适合剪下来做漏丸子漏包子 我没有培过土 但是它的葱白一样长得非常长 说明如果有能量生长的话 它的葱白就能够自己长得又粗又长 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 葱不喜欢强烈的光照 但事实上我种葱的这块地方 从清晨有阳光开始一直到太阳落山前 这里全部都是有光照的 但是它却长得非常的强壮 有意思的是 我只给前面的芦笋浇水 并没有给葱浇水 但是因为它的根系非常的 但是因为它的根系非常的深 所以它就能够自己想办法去吸收水分 葱需要的养分不多 所以只要你土质疏松 它的根系就会自己去土里头去寻找水分和养分 就能够长得如此的粗壮 我也有从种子开始培育葱 从种子培育出来的葱 它开完花以后 种子落在土里 它的种子又会长出新的小葱来 这样就可以有永远吃不完的葱了 去年种子播种的葱 今年春天自己又长出来了 葱花的花苞 都快要开花了 而超市买来的这些葱头 种下去以后 它一般只能存活2-3年 它虽然也会开花截止 但是它的种子却不容易发芽 接下来的视频 我会让大家看一下 从5月份开始这个葱头摘到土里头 一直长到现在都经历过些什么 以及怎么样去判断你的葱头 适不适合栽种在土里头 还有如何安全又能够长时间保存大量的葱 这是超市里买的葱 切掉上面的青葱部分 这个是切横 现在它放在水里长了几天都 已经长得这么高了 有新的葱苗出来 旧的被切断的 它也继续在生长 所以我觉得这种葱的品种可能生命力比较顽强 所以现在决定把它插到地里头去种 挖个小洞 挖个小洞 每一个洞埋下两根 把土拍实了就好 葱因为长得直直的 不占地方 所以呢 我沿着菜谱的边缘把它种下去 种一些葱啊 蒜啊 香菜啊 这些气味比较重的菜呢 可以帮助减少一些虫害 这个就更高了 这个能达到一米多 有五公分 两英寸 把这些葱头再当个插下去 它还会继续在生长 这是种下去的第二天 这里面冒出来的绿芯就是它新长出来的 收获季节捡下来的大量的葱 可以把它们洗干净 晾缸 葱白切断 葱叶切猪 装在密封的容器里 把它冰冻起来 几年都不会坏掉 也可以把新鲜的葱叶和葱白熬葱油 做葱油拌面 在秋冬容易受寒感冒的季节 随时可以取冰冻的葱白熬葱姜蒜 红糖水来驱寒至感冒 要想冬季也能吃上新鲜的葱叶 可以在室内种一些葱 虽然长得不如室外那么大 但是随时可以采摘一些新鲜的葱叶吃 水培的能长也冒出不少的芽 就是长得非常的慢 它在土里头的长得就相当的快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并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